大家好,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月3日,欢迎收看港湾播报,我是Cherry 在过去的2018年,加拿大技术移民快速通道1亿,一共发出了89,800份移民申请邀请,创下了该系统启动以来的最高记录 而且被抽中的申请人最低移民分数CRS要求为439分,也跌破了2018年以来每轮抽签CRS最低440分的水平 毫无疑问,这一连串的信息表明,加拿大正在放低移民门槛 快速通道是2015年1月1日起执行的一种新的在线申请系统,任何人满足一定条件后都可以申请快速通道移民 因为当时政府系统内还有很多积压的移民申请个案,加上新系统有一个承受的过程 2015年快速通道只发出了31063份邀请,2016年发出了33782份邀请 2017年的目标是71400份邀请,但实际签发ITA的数量达到86023个 2018年的目标是74900份邀请,实际邀请数达到了89800份 快速通道先按照语言能力、学历、工作经验、年龄等因素给每个候选人打分 然后按照政府计划发出的邀请数来决定每次抽签的最低分数 如果候选人整体得分不变的话,政府发出的邀请越多,或邀人的最低分数就会越低 如无意外,2019年发出的邀请将会更多 因为按照政府的计划,2018年必须通过快速通道接受的三类移民目标数量是74900人 2019年增加到了81400人 省移民提名计划也可以从快速通道系统中挑选移民 全国已有9个省和2个特区这样做 在2018年头10个月,快速通道发出的62500份申请中 有12%给了省提名计划的候选人 2017年同期发出的邀请中,省提名计划候选人占了9% 按政府计划,2018年接收省提名移民的目标是55000人 2019年增加到了61000人 通过快速通道移民必须满足下面三个条件之一 一,联邦技术移民 二,联邦技工移民 三,加拿大经验类移民 在满足三个项目之一后 可以将自己的信息录入加拿大移民局等候移民邀请 这个过程也叫做入池 对于快速通道的提分技巧 申请之前一定要有自我规划 第一,尽早提交,早入池 同样的分数谁提交得早就先收到邀请 因为池子里的人会越来越多 申请人的质量提高 分数也说不定会提高 二,不断地提高你的雅思成绩 在ITA前可以不断地更新一一系统 一一系统下雅思是按单项加分的 单项提高0.5都可以提升竞争力 第三,获得LMIA加50分或200分 第四,获得省提名直接加600分 2019年新年的第一天 BC省最新政府估价公布 而这一份刚出炉还热乎的估价 对一些房主来说却如同当头棒喝 成了他们2019年的第一场噩梦 一名中国富豪三年前 在温哥华购买的一间豪宅 去年一年时间近狂跌636万 而两年前一名中国留学生 豪制1.5个亿人民币购入的温哥华别墅 今年已经跌穿了买入价成了赔本货 先说说这位豪宅缩水636万的中国富豪吧 虽然房价腰斩 但他的海景豪宅还是屹立于BC省豪宅榜单的第二名 这栋位于Bellmont Avenue路4707号的华丽宅邸 是该中国男子于2015年砸下5500万购入的 不得不说这名富豪当时眼光不错 从买下的第一天起 房价就开始狂涨 到了2017年 其价格已经飙升到了7182万 比起当年的买入价上涨了近一个亿人民币 所谓高处不甚寒 2018年大温地区豪宅市场全面冷却 这些超级豪宅更是首当其冲 根据BC省刚刚公布的最新估价 这栋排名第二的豪宅如今估价为6546.6万 虽然跌了 不过好在比起买入价还是高出了1000多万 但不是所有的投资者都是这样幸运 跟这栋豪宅同处Bellmont Avenue的另一栋豪宅主人 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这回可能有点慌了 2016年 这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花了1.5个亿人民币 买下了位于Bellmont Avenue路4833号的豪宅 一时间震惊了中外媒体 这名留学生也称得上精打细算 当时这栋房子的挂牌价为3500万 被他砍价砍下了400万 虽然人是3100万的天价 但在人家看来已经超值了 不过 可能这位留学生的眼光 还是不如前面那位中国富豪的毒辣 在2018年房价冷却中 他的豪宅没能挺住 一路跌穿买入价 如今其估值只有2940万 比起购入价亏了160万 大温地区的豪宅市场愁云残物 但大温之外的BC省偏远地区的业主们 却喜因丰收 过几天 惠斯勒 施阔米什 彭伯顿地区的房主们 收到政府寄来的估价信件时 可能会笑得嘴裂到耳朵根 他们的房子大多涨幅喜人 惠斯勒的公寓平均涨价23% 现在均价为96.2万 独立屋价格升高了11% 现在均价为193.5万 施阔米什公寓价格上涨19% 目前均价为58.35万 独立屋价格上升6% 均价为92.7万 彭伯顿的独立屋涨幅最大 高达14% 均价82.85万 从整体上的平均估价来看 稀温跌幅最大达到12% 温哥华 本拿比 北温也轻微下跌4% 白石 劣质温下跌2% 其余地区则不同程度的上涨 另外 大温地区的商业地产和轻工业用地 一均突起 最高上涨55% 近日一则美国对华取消入境10年签证的消息 刷爆了朋友圈 这次报道表示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已经取消了一些 中国研究人员的10年多次赴美国签证 经查询获悉 这则新闻最早始于法广 法国国际广播电视台报道称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 网上开始 最近流传政府撤掉中国公民 多次入境10年签证的消息 对于以上的传言 有记者曾多次尝试联系美国驻华大使馆 但电话并未接通 而中国国内的一家签证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 则向记者表示 并没有获得签证有效期变化的消息 只不过近一段时间 对签证申请的审核确实更加的严格了 拘圈力也出现了明显的提高 也有部分的申请者仅得到了一年多次入境美国的商务签证 随后又有记者根据法广报道的线索 进行了多方查询核实 此轮有关美国取消10年签证的消息 典型是一次炒冷饭 旧文再次被翻出 很可能仅仅是为了配合贸易战的热点 以及近一段时间内 美国对中国公民签证审核收紧所做的二次操作 说白了就是蹭热点 不过虽然如此 美国也确实在提高入境门槛 川普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 以打击非法移民和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 对外国人入境美国进行了多重限制 这包括最初对七个穆斯林国家实施的禁幕令 在美墨边界修建围栏 到此前扬言计划签署行政令 要废除出生地公民权的政策 以及如今收紧对华入境签证的审批 不断提高的门槛 确实让美国签证的身价不断走高 变得越来越金贵 事实上 中国留学生也已经感受到了美国签证政策的变化 此前有多家美媒报道 美国使领馆收到指示 从6月开始对中国留学生实施新的签证政策 领事官员可以限制签证的有效期限 而不是通常的尽可能发放长期签证 如果是学习机器人 航空和高科技制造业等专业知识的中国研究生 将被限制只能领取一年期的签证 从去年开始 在美国对外国公民签证政策整体收紧的背景下 中国普通公民的签证问题就成了一些美国政客眼中的问题 甚至被认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由此带来的后果也很明显 选择去美国旅游学习或进行商务活动的中国人已有减少的趋势 而这已经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担忧 毕竟中国消费者在这些领域每年在美的消费额高达600亿美元 申请美国大学的外国留学生越来越少 13日美媒发布消息称 造成赴美留学群体数量锐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美国国内日益收紧 且让人越发感到不安的舆论及政治环境 而这一幕不知道会持续多久 但能确认的是签证政策收紧属实 但美国取消对华10年签证 目前看来没有官方的依据 申请中国签证昨日开始按新的规定进行 申请人除了要亲自迁往亲政中心录入指纹之外 之前还需要填满10页的表格 再向网上预约录入指纹的时间 表格必须网上填写不能打印出来手写 要在网上填写的十项资料包括 个人、申请、工作、教育、家庭、本次旅行、过网旅行 其他信息、电子邮件、申报 表格必须填写完毕才可以打印 填写表格可使用中或英文 在预约好打指纹当天 申请人必须向签证中心提供的基本文件有三种 全部需要原件 第一、有效期至少6个月的护照 第二、电脑填写后打印出来的签证申请表 上附着亲笔签名 第三、6个月内拍摄的白色背景彩色证件照片 打完手指纹及缴费后 申请人会被通知领取签证的日期 领证不需要亲身前往 熟悉多伦多签证服务中心并坐的人士称 此前早已实行申请签证的网上填表和网上预约 不过开始的一段时间内 申请人如果没有预约就到了签证中心 工作人员也会给予接待 不过需要在签证中心等候的时间较长一点 但是从现在开始 只有经过了预约才会收到接待 对于申请签证的时间与出发时间之间要相距多久 当中并无不能长于三个月的规定 不过熟悉情况的人士说 领事馆申请中国签证 先填十项资料 未经网上预约 不会再获接待办理签证时 并不检查申请人的机票 因此 虽然通常人们并不会提前很多时间申请签证 但如果希望提前比如半年 那么将出发时间写前一点比较合理 例如本来是7月成型的 但可写作3月成型 中国大使馆的通知说 所有中国签证申请人要登入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 网上填写签证申请表 并在网上预约递较签证申请的具体时间 此外 申请人必须本人亲自前往签证中心 留取指纹 伪造指纹或由他人冒充留取指纹 将导致被拒绝进入中国境内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申请人自信承担 卑诗汽车保险局ICBC 于1月2日星期三公布 卑诗公用事业委员会BCUC 已通过由2019年4月1日起 以临时性质提高汽车基本保费6.3% 措施适用于所有新申请及续牌的车主 BCUC的决定与以往的造法一致 委员会在进行全面检讨ICBC的申请时 先减轻其已处于低水平的基本保险资本压力 公众可以在BCUC检讨工作期间参与有关的程序 包括提供意见书以及以介入人的身份做出席会议等 BCUC会在检讨工作完成后 就ICBC在2019年度增加基本保费申请做出最终的决定 如最终定案的加幅低于6.3% ICBC将退回多收的款项 2019年1月1日起让众多代购们都哭爹喊娘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正式实施了 原本以为这部强力监督代购微商群体的法律 能够遏制在超市的疯狂采购 没想到Costco货架上的伊丽莎白亚顿粉胶 一上架仍是被一墙而空 在一番代购的朋友圈们仿佛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新年的钟声敲响后的朋友圈完全大变样 代购们一夜之间都卖货小能手变成了灵魂画手 不管是化妆品护肤品还是生活用品 专业程度怕是让专业的画手们都脸红了吧 由于供不应求 画手们只能发朋友圈表示 大家别催了还在画 除了兼职画手 代购们还推出了各种语言的翻译服务 各类音译的表现包也同步上架 代购大佬们不但抢货能力一流 就连画画和各国语言功底也十分了得 随随便便就是日语 韩语 俄语 除了秀语言外 代购们还发挥了他们高深莫测的文案功底 每样产品都被绘声绘色的硬实说成了一个故事 不过最后还是奉劝代购们两句 别瞎整什么幺蛾子了 还是乖乖的交税吧 以上是今天的港湾播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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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